中了一个伤透 所以请傅员简单的说了 其实我就说 你那六个洞赶快拆 大家就不会整天讨论你那六个洞 那其实在很多的检视里头 大家最近在谈的 目前看到媒体所拿出来的资料 都是有评有趣的资料 那你叫大家一人一心去点NCC NCC还是要依照 所谓的媒体相关的法律去看 就是这样的动作 就实在了 等到你现在这个动作 是政治的机会 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看待 他们手头上这么多的 这个所谓的物产也好 这些所谓的财产也好 那你经过法律合法的部分 大家都没话说 那个你太有资料 可是这个已经是违建的东西了 你是真的有那么缺 那1.5倍的违建的空间吗 大家要鞭策一下 他们才会动一下这种感觉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全台湾只有台中市第二选举在选举 还真的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他们家在这个公保地上面 有一个比原来允许的 还要大1.5倍以上的一个违建 所以负责任一点把违建赶快拆一拆 不然大家整天看你那个六个洞 你还要这样不能讲 这样很奇怪啊 你出千万块的光管理和台湾的胜利 真的吗 想我有听到就好了 你觉得有听到吗 你觉得有听到吗 这有算听到吗 表演工作大家都会 光管理和台湾八卦要计算五年 这样而已 那你准备 不找交 粉红屋 不找交 粉红屋 中了一个伤透 所以请副员简单的说了 选举照每天都拿吗 谢谢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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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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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人今天亲自来到这里 敲下第一块砖 是想表达宽人做事 一切依法行政 该做就做 该拆就拆 即便是自己的家人 自己弟弟的房子 只要有违法 我们绝不手软 依法处理该做就做 该拆就拆 但回归到公保地 这件事情的本质上 在2011年的时候 监察院就已经约寻内政部 2013年纠正内政部 指证公保地 长年侵害持有地主 30到40年之久 造成的结果 造成的什么结果 政府编画这些公保地之后 却迟迟未征收 让地主想卖 卖不掉 想盖 也不能盖 想被征收 等了数十年 也依旧等不到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当年规划 这些公共设施保留地的时候 错估人口增长的速度 导致都市的机能 没有如同当初规划的预期 需要这么多的公共设施 最后造成几十年来 这些土地都没有办法被征收 也没有办法被利用 监察院甚至批判 公保地严重危害 宪法保障人民之生存权 与财产权 要求内政部必须要 去积极检讨公保地这件事情 对不必要的部分 要尽速解编 如果超过三四十年 不征收使用 那更表示 已无公共设施保留用地之必要 不死的指控 我们都会强力地捍卫我们的清白 请不要将这些污蔑抹黑 造谣 以及这些无端的指控 强加在监察院身上